最近有媽媽在網路上抱怨說 原本要找保姆 什麼對方開架說端午 以及中秋的禮金 隔藥三萬三千五百元 也讓這位媽媽嚇歪了 知乎是多打一個零嗎 有 猴子呢 現在雙心父母多 小孩生得少 托育常常請保姆帶勞 隨著物價飛漲 托孕費也逐年變高 不過現在連三節禮金 都要漲價了嗎 只有網友在臉書分享 因為要重返職場 急著真保姆 日前接到一個保姆來電 對方開架月費跟年終 都是一萬七千元 看似合理 但中秋以及端午禮金 卻都要求要三萬三千股 幾乎是薪水兩倍 讓他嚇壞直呼 是不是多打一個零 沒想到對方卻強調無誤 表示這是負年費的概念 要三萬三 怎麼可能 一般上班族也沒領到那麼多 是啊 是啊 所以他要求這樣是 好像有點 薪水也 他應該超過六萬以上 這樣才可能才給他那麼多吧 我自己雇一個就覺得好累了 因為保姆我知道現在好像一個是雇三個吧 當初有先協定約定好是這個金額 我是覺得OK 有人聽到這價格也嚇一大跳 不過也有人覺得雇小孩本來就很辛苦 多給一點沒關係 實際詢問其他保姆 以有執照的保姆來說 每年都得進修或是花時間進行蒙特蘇利等教育培訓 家長挺讓保姆辛勞 三級獎金通常少不了 但沒有所謂的公定價 從一兩千元到上萬塊錢都有可能 可能有些父母很忙碌 那可能就需要保姆做協助保育跟教育這一塊 其實多跟少不一定 有些家長會給兩千到一萬 甚至一萬八兩萬三萬都有可能 開價這個方面 獎金多少都是彼此合一價格就好 保姆三級獎金跟家長協調 合一就好 彼此達成共識 更重要 記得追著夜中台北才不到 彼此達成共識 彼此達成共識 彼此達成共識